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座谈天下CYC》 情限之社区如理 我是主持人Kyle 在我旁边有Francis 以及我们今周有个特别嘉宾Chris Lau 她是之前做过家庭和青少年服务部的职工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Chris在这里 你可不介意介绍一下Chris 不介意 多谢Cyle和Francis邀请我来 我是姓劉的 我自己都是移民来的 不过移民是1986年的时候 来到新移民那样 都是读书 本工读 我是选择了做社会工作 所以我在三藩市州立大学和市立大学 拿到我的学士和碩士学位 是社会工作的学位 辰转之间去了做政府部门 在三藩市政府部门 我们叫Family and Children Service 就是家庭和儿童服务部门 我是负责做调查有关于虐待小朋友 但之前我有调查过虐待老人家 以及有残障的人的案件 所以我是做调查这方面 都做了大概都有20年的工作 非常厉害 我想很多家庭观众都会想 究竟家庭儿童服务部 究竟做些什么呢 因为又听到要调查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个好奇 其实家庭服务这方面 它除了有调查是说虐待小朋友的案件之外 也都有一些服务是帮助家庭的 譬如是一些经济上的支援 或者是食物券 还有其他一些服务是帮家 家长和小朋友 虐待小朋友的部门 保护儿童组的小部门是其中一个服务 因为我们很习惯 以前我们做社会服务里面 很习惯叫做CPS 这个儿童保护服务 当然我们的名称也都扩大了 叫做FCS 家庭与儿童服务 其实哪一个人可以致电这个部门来求助的呢 个个都可以的 其实它是公开给大众的一个服务 这个服务其实是加州立法出来有这个服务的 我们加州有一些法律的 有些法案的 其中一个法律条 法条是关于虐待儿童的法律这个法律 这个法律里面 因为有这个法律 所以就会有这个服务出来 因为你说你去调查服务 调查药台儿童 那你调查资源之后 那你有些什么服务给到他呢 是不是 你不只是调查人的 是不是 那怎样可以帮到家 可以譬如是有些什么困难 导致到他们虐待或者疏忽管教小朋友 疏忽照顾小朋友 有些什么可以资源 有些什么资源 有些什么可以教育给到他们 让那些家庭可以 不会再犯这个问题 一二 让他们家里更开心 是吧 就是大家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也都有一个小朋友 可以在一个很开心的家庭的成长 家庭环境里面成长出来 其实我本人是在一个新移民 家庭环境长大的 我知道我爸妈小时候 不是说他们虐待我 但是我胃的时候 我都知道他会打下我手掌 或者打下我屁股 我自己也有一个十个月大的孩子 我知道他半夜瘁的时候 恭喜你 多谢 多谢 我有时候忍不住 都会拍下屁股 这么瘁 究竟这样算不算弱疑呢 其实原则上 在法律条的法律里面 那个PC code 里面他没有说你不可以看罚 没有说这件事 只不过就是说 如果你看 首先你看罚 当然要看年纪 难道你一个BB 你去打他吗 那当然不适合 甚至乎我们 我初初入行的时候 我们有接受训练 我们有医生在医院医生 我们三藩市医院医生 他教了很多例子 他们怎样知道 这个可能是有关虐待儿童的 因为他们有很多 譬如BB仔 他脑出血 无端竟的病仔不会脑出血 是吧 那为什么呢 那时候很流行我们中文 英文叫做shaken baby 就是BB 是的 BB哭 那些妈妈束手无策 或者很烦 很累 或者有些时候会产后抑鬱 总之很多东西 或者会导致他很猛疹 握着个宝宝 那样其实都是属于一个体肤 就是你说体肤也可以 但是都是我们叫做physical abuse 就是身体上的一个虐待 嗯 那Chris你提到身体上的虐待 我们有时候可能根据这个伤痕 又或者其他的损伤 我们可以评估出 他究竟这个儿童是否受到虐待 但是除了身体上的虐待 有没有其他的虐待 都是会构置或者造成这个整个范畴的 有的有的 除了身体 心灵 当然心灵 或者言语上 我们中国文化很多时候 我们就爱在心里面 但是在外面说 我们比较是硬一些的 或者有时候可能爸爸妈妈 不是说想贬低小朋友的价值 但是冲口而出 或者我们本身 我们成长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长辈都是这样跟我们说话 那变了很多时候 会造成心里面一个压力 一个打击 都有 另外就是说照顾了 照顾足不足了 照顾足不足了 有没有一些缺乏了的问题 有没有带小朋友看医生 定期去检查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家里的环境 干不干净 有没有食物给他吃 有没有带去上学 有没有人照顾他 看着他 是这样 我想在中国人的社会 我都记得 我都叫做上一代的 青少年家长的所有的经历 那中国人经常都说 这个棒打出孝子 就是要用这个方法 小朋友才会乖才会听话 是的 那当然在东方 或者以前 可以执行到的教制方法 但是在现代来说 尤其西方社会 其实是行不通的 那这样的情况 有时候我们怎么去界定 这些方法是可以与不可以呢 那我想我们都要随着时代 去upgrade 就是去增值 升级 譬如我们以前是用打电话 手扑电话 跟着嘟嘟嘟嘟嘟嘟嘟 跟着到现在我们要手提电话 以前很大个 现在很小个 甚至乎现在 直接是一个小电脑 所以我觉得 我们教小朋友的方式 都要叫做什么 upgrade 与时并进 是了 upgrade 因为现在的小朋友 他跟我们的成长过程不一样 你打他 他就不接受了 真的不接受了 你一定要跟他讲道理 一定要解释给他 他明白了 他相信你 他顺利 他接受到你 心里面接受到你 他才会在行动那里表现出来 你打他 你吓到一次 吓不到第二次 到他很大 你再打他的时候 他还手 那你搞到 上差管 是不是 那你打他 他不听 你打到他有受伤 你自己作为父母 你都会很心痛 因为你是小朋友 你打人去 你跟他捉藥走 那我都会同意 我想始终西方社会 其实作为家长 我想最困难的部分就是 哎呀 到我教孩子 又教的方法又不对 还是我做的方法 其实是对的 我又那么爱他 但是为什么 我们会给整个社会 把我们是一个 施暴者的角色呢 那我们下一节 会回来说就是 如果我的小朋友 或者其他人 打电话去求助 或者报案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那我们下一节再说 本节目是由 新呼吸基金会 突入赞助 好 欢迎大家回来 第二节的社区遇来 Chris 我知道在第一段里 你讲过 什么人都打得给FCS 我亦都知道 身为社工的我 是有一群的人 是法律规定要报案的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哪一类的人 是法律规定 看到家庭暴力事件 或者 child abuse 要报案的呢 是 那我们的法律 就叫做mandated reporter 又是走回那个PC code 就是我们State的PC code 那有一群人呢 其实是很广泛 是什么呢 所有和小朋友 有professional 做工 因为工作 有接触的小朋友 接触小朋友的工作人员 都是属于法律规定要举报的人 甚至乎学校里面那些清洁工人 Custodian 那他们其实 没有说真的直接和小朋友接触 但是因为他在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学校 或者一些after school program 他们发觉 有小朋友哭 或者见到小朋友有些伤痕 那他们可能会和一些其他员工问一下 我是不是要怎么样 要解释 或者就是要拿多些资料 去做举报的这个证据 但是呢 他们本身自己呢 都是应该是法律上 是属于叫做mandated reporter 那我反过来再问你 因为如果在学校 青少年譬如跌伤了 但是如果学校觉得是家暴报了案 那我身为一个家长 我应不应该害怕呢 不用怕 不用怕 因为为什么呢 尤其是我们三藩市 我们是有很多是保障 保障家长的权利 以前我开始做的时候 我都说刚才upgrade 其实我们这个部门 即不是我们 我现在都没有做 这个保护童组这个部门 其实一直都upgrade 一直都有增进 改善他们的服务 那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有很多家长本身都很害怕 知道有人检举他们 或者来调查他们的时候 那现在呢 其实呢 要去访问一个小朋友 因为收到报告了 小朋友要被访问了 不是说他们直接可以去的 现在除非 除非是真的有严重 会伤害 人生伤害 有很新的伤痕 跟着那个小朋友 或者那个青少年说 我很害怕回家 我不想回家 我回家一定再被打 或者性虐待 有性虐待 这个事情 那时候呢 调查那个社工 就要去法庭 立即去法庭 拿一个warrant 保护令 不是保护令 是一个warrant 那warrant是 就是法官说 你可以避免了个家长 立即去和小朋友 去做访 做调查 如果不是 没有这些 很特殊 很必需要 立即去做行动的 调查的时候呢 那你做调查的那个社工 是应该透过家长 通过家长和家长讲 我是哪里到门 我叫什么名字 现在我收到这个报告 我想要去访问你的小朋友 看看是否真是这个事实 这样的 那这一个报告 已经其实是 给了很多权力 给家长了 因为起码 巴掌知道发生什么事 第二就是 他知道 OK 这个人会和我小朋友 问一些什么 关于什么的问题 那以前不是 我初做的时候 我们直接去的 我们不需要家长同意 直接去 那现在就要家长同意 除非是真的有 刚才我说的 真是这个身体 准許零了 我问的时间 准許零了 是的 没错 那又有一个方向 我亦都接触过一些家长 他其实在家里 已经在经历着 或者已经经历过 家庭的暴力事件 可能是配偶之间的暴力 甚至这种暴力 延伸到子女身上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当然很想去保护家人 想保护自己 和保护小朋友 但是同时又怕 我一举报了 尤其是我以第一身人士去举报 去举报的话 家庭就散了 那这样的情况 那你们又会教他们怎么做呢 都不用怕的 其实如果我们通过调查 我们知道被家暴的受害者 家长 男也好女也好 不一定是大太 可能是先生都未受 这个例子我们用妈妈先算 比如妈妈是受害者 他说我们知道 妈妈不是想子女牵连到 被虐待 因为是先生对他有家暴 那时候 部门就会给一些服务给他 一就是或者看看可不可以赶走 那个先生 就是对他有家暴的先生 可不可以用一些禁制令 如果不行的时候 我们就带妈妈和小朋友 去一些保护家庭 不是保护家庭 保护中心 备护中心 备护中心 让他可以暂时先住 因为这件事对家长来说 亦都有很多隐忧 就是说我这样做又不行 这样又不做又不行 所以会彷徨 或者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其实会是一个很大的困境来的 我想整件事来说 现在我们经常都在说 我们会联络这个特别的政府部门 去保护家庭和青少年 但是同一时间 如果我看到不是我自己的家 我又应该怎么做呢 你都可以去和我们做一个 同一个部门做一个报告 因为你打到去的时候 有不同的有商语的服务 看看你说什么话 我知道一定是有讲广东话的 也有讲国语的 也有讲西班牙话的 可能都应该有其他不同的语言 因为我很多同事是讲不同的语言 首先的时候你打到去 当然就是要了解情况 你举报这个情况是怎么的 你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了 收到你的资料了 我们就会判断究竟这个 是不是我们需要调查的案件 还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打电话的人 去转嫁到其他地方 我想这个真的是 我们经常都会很关心 譬如我们做好心 但当然是否会令到那个结果 就是我们做好事 对于家庭来说 他们可能会怪我们 为何这么多事打电话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下节我们会回来 会再讲多些这个问题 本节目是由新呼吸基金会突入赞助 欢迎大家回来最后一节的社区与你 Chris 我知道你上一节 说过家庭家长其实都有权利 其实一个FCS调查当中 家长可以做到什么呢 其实家长可以做很多事 首先就是如果可以 就尽量坦白 尽量去解释给调查的社工知道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其实很多时候 当一个我们收到 当政府收到一个报告的时候 他未必收到所有的资料 很多资料是要去做探访 去调查去观察 去到家里面观察的环境 观察小朋友和家长之间的关系 沟通 他们的relationship 即是之间的关系 在那里面有很多是写不到出来 但是我们观察到的 所以家长越同谈调查的社工坦白 其实对他们越有益处的 我想问究竟整个调查当中 我想很多家长都会想知道 哪一个部分会令到青少年 离开家庭呢 因为我想很多 误解就是 一报了这个部门 青少年就立刻会拿走 就会破碎了这个家庭 不是的 最主要是什么呢 为什么小朋友会被带走呢 人身安全 人身安全 OK 刚才我们说了 譬如是看佛 真是日日打的 打到小孩怕了 或者我试过有些case 即是打断手打断 真的有打断手 因为不是父母不爱惜小朋友 而是这个不是小朋友 而是青年人 他真是自己不入歧途 刚才Francis说了 那个叫做棒打出孝子 棒打出孝子 是的 他真是这样做 真是打断了青少年的手 那我去到 我直接找不到那个青少年 找不到那个年轻人 我去到每一次呢 就是跟家企谈 家企说 你看看他又不在了 又走了 不是我想打他 那变成我都没有 每一个受害者去拿走 OK 所以人身安全 第一 看佛 二就是说他性虐待 这个是很严重的 当然 三 其实我们有很多案件 不是这个案件 是什么呢 疏忽照顾 家企乱七八糟 或者父母其中一位 或者两位 有染上毒癮 或者其他 濕生罪犯 不一定是毒的 或者喝酒 或者赌钱都不顶 成癮 是的 没错 没有照顾家企 真的很惨 小朋友真的 吃又不能吃 每一天穿同一件衣服 上学 或者不上学 或者没有看医生 各样东西 这样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带走小朋友 OK 不是说一举报 即刻 就要带走小朋友 不是说 你真的有带小朋友 怎样 我们即刻拿走 不是这样的 有一个调查 很长的调查 的步骤去做 有些时候 我们会 或者带这个家庭 上法庭 但我们不一定 拿走小朋友 我们说的叫做 in-home detention 都是有法庭去监管 但就不需要 拿走小朋友 明白 我反过来 又有另一个好奇 我知道 你说到 有生命危险 或者性侵犯 那些 就会立即拿走 青少年 如果未去到那个地步 甚至乎 可以说是疏忽 但是如果家长 不是说专专的 但是他真的没有了份工 所以找不到吃 没有钱买东西 所以少了几餐给子女 不是特意的 但是有自己的限制 那究竟你们的部门 或者这一个部门 有什么是可以帮到那些家庭的呢 那就是那些服务 刚才我说一些支援的服务 比如刚才你说的 食物 食物支援 如果这个家庭是没有地方可以住的 那我们或者会帮他们找一些庇护中心 等他们可以带一家人去住 这样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的 尤其是 譬如一个单身的妈妈 带着小朋友 真是无家可归 我们会带她去 就是会转介她去有地方住 这样的 就是都会界定了他们本身 其实是不是叫做刻意的疏忽照顾 没错 还是我们叫做无选择性的疏忽照顾 没错 那这个就 如果是后者的话 我们就会提出适当的支援 无论食物或者居住 甚至招呼服务 都是其中一种 就是我想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调查的都是人来的 调查的社工都是人来的 是不是 可能他们未必是一个新移民 或者未必是我们 第二个地方来的人 但是他们都是社工来的 他们都是有专业的操守 也都有他们多年的训练 教育 各样东西 所以他们有常识的 他不会说无端端拆散家 因为整个服务不是去拆散家 这个服务是去保护小朋友 先 所以一定要保护先 第二 怎样可以保护小朋友呢 就是我们可以给到服务去保护小朋友 如果给服务都不行的 真是有人身安全的 那我们才带走 就是一个很专业的调查过程 和支援服务都在整套里面 我想整件事里面 其实我们都会想知道更加多 Kyle 作为我们大家都是社工 其实在整个里面 其实最大的困难 有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些什么 我想最大的困难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 就是说 宁教人打仔 莫教人婚妻 真是最大的困难 还有 有时候我都听大家 刚才我们在谈的时候 很多时候有一些 真是好好心的鄰居也好 亲戚也好 朋友也好 真是发觉这样不行的 小朋友这样的环境长大 真是不行的 他们很想去举报 但又怕举报了之后 会不会真是还害了这个家 就是有这样的冲击 有这样的冲突 那我觉得这件事 真是我们 我们中国文化和 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 不单是西方文化 和我们怎样真的可以保护到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真的 有时候真的会受伤害的 那我想这个平衡 其实这个平衡是最难去找 绝对同意 因为我们都想帮每一个家庭和小朋友 但在很多情况之下 我怎样去作出一个很好的决定 还有怎样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那我们都希望有多些经验 还有多些支援的人士 我们才可以造成这件事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会在下一集 我们会有更多不同的话题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本节目是由新呼吸基金会 突入赞助